勞動部勞動力發電所分架人分數就要不破年過 是在台南的百會公司來做基盤 要請到七十間的青春 總共有三千七百的工資機會 剛才說是今年勞動部在分架人基盤上 跟大陸的政材多年 而且也拍一拍一拍給民眾的任意 說中南部都會有傳統三業的影響 現場包括說 近來間科技公司還有重新三業 也都來設計政材 希望民眾可以找到好套路 在公司可以找到好的人材 勞動部今年在分架人基盤的 最大長的職業普朗會 尊致台南中山路的百公司基盤 第一天就開門多多求職 也就是希望換頭路的民眾 因為這處總共有七十元超胸 超過三千七百下工做機會 不僅八十以上是分架人的在地公司 竟然有總共九十共調 沒有經驗萬一百分的工作 竟然民眾求職一萬 發現現場有蠻多的科技廠商 對我們求職者的幫助很大 我們就可以直接鎖定我們要的廠商 來做投遞應徵 我覺得這個也會提高我們被錄取的機會 今年的攤位的家屬非常多 而且有科技業、服務業、一些傳產都有 所以說包羅萬象、深水待遇也都很不錯 所以我覺得來這邊找工作 應該可以找到我自己想要的工作 開幕東京包含羅東部節目處長完安班 副市長業者三頂貴賓 這位主持開幕理事 這位找頭路的朋友 加油打氣 我們這次的就業博覽會裡面 也有薪資很高的 包括這個業務工程師 甚至月薪有機會到十萬億 所以其實非常的多元 其實在很多會議上也都會反映 我們人力真的是有所不足 所以剛剛這次所引導的幾個未來的 不管是高齡就業或是青年的就業 其實我想這個都是說到大家的心坎裡 也表示說中央跨部會的合作 積極的來解決我們地方上的這些產業問題 現場除了人在外面 各位有三頁電視窟 也就是邀請責金地市場上 在現場實質 希望大家做三頁電視窟 來客人的民眾嘉明議員 記得送他們給大家 請負責菜好不好